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被迅速创下了结婚一年就出轨 最多出轨11人的辉煌战机 不过再厉害的老司机也有厌倦了这一天 现在教授决定转战机要决定 于是教授和三个想要偷情的男人组成了婚外情同盟 打算把三个偷情小白统统培养成偷心老江湖 教授的第一个重点太阳对象 是今年32岁的田奇志 田奇就职于一间不起眼的小公司 和老婆从结婚开始 三年都没有威爱苦苦长她 过千的希望抓到一个情妇 按照教授的要求 田奇和自己的两个废材机友 纷纷留心观察着身边的异性们 最终田奇通过早晨打招呼的方式 锁定了狩猎的目标 不过今年25岁的大新萌妹永美 可是公司里炙手可热的小甜心呀 就在田奇思论阵脚开始犹豫的时候 永美的一个小动作 使得田奇的心理小鹿猛撞 但是她的步履也不是一般的多 在教授的鼓励下 田奇终于补习演戏向云美搭讪了 而且一路奇迹般的发展成了 送最久的妹子回家的绝好奇迹 但是实战经验为联的神奇 并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于是只能求注意教授和机友 ここからどうする 今爱人の原石とタクシーに 二人で乗っています 提案的提案的 赤柄さん 你带手机提案的 虽然田奇顺利的被妹子邀请去家庚坐一坐 结果永美家门口却出现了不得了的人物 原来光头男是永美的前男友 而且永美还表示 希望田奇可以假扮自己的男友 来摆脱前任的骚扰 教授表示 这个情况对于田奇来讲 那是相当乐观的呀 为此教授还带来了自己的情人 请他来帮助田奇指点名经 我介绍你 米亚伯悠希 我爱人 我爱人 那 那 那 教授 我可以回答什么 我可以回答 不过呢 虽然口情的情势大好 但却由于田奇的大意 对自己的老婆发现了问题 而且就在田奇约会永美的当天 老婆和友人计划突变 美妙的约会瞬间变成修罗定义 经过几番周折 教授和机友 终于帮平旗摆脱了暴雨身份的危机 不过接下来 面对妹子的前男友 又是一场玄境的血雨行风 我曾经转发过 正面对我们 看看 永美ắc 就这样 虽然有众人的帮助 田奇在偷情的道路上依旧走得磕磕绊绊 他究竟是成功和勇美发生的宫爱情 还是被老婆抓包 痴情败露 伴随着奇葩的剧情 让我们一起经代后续的发展吧